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开放新中国秀方点题节目 今天是母亲节 那么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要独家专访的这位呢 他曾经获得大陆演艺圈的十大孝行奖 而目前他是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当代男龄李玉刚 从小生长在一个穷困的家庭 他和很多穷孩子一样 过怕了这样的日子 他对于成功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望 在18岁那年呢 他带着没有钱上大学的遗憾 还有人民币200块钱 离家闯荡 而让自己求得温饱呢 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他想起了小时候 母亲总是称赞他最聪明 歌唱的最好听 于是呢 他来到歌厅住唱 也因此展开了十多年的走唱人生 大江南北辗转流离 各种的干苦呢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但是昔日母亲的赞美 始终是支撑他最重要的信心来源 凭借着这股信心 他终于登上了春晚 一名惊人 大方一彩 我是李玉刚 玉处临风的玉 刚柔并紧紧张 我原来就是一个江湖的跑场的演员 我希望站到世界各地最棒的舞台 让他们知道中国或者说东方艺术 会跟那些open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太阳一彩 为这何时 李玉刚这个名字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呢 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巧扮女红装的姿态 神韵 还有唱腔 连美女都自叹不如 看了他的表演 多数人会认为他应该是科班出身 但他其实没有进去底子 也没有上过一天的表演学校 走红前呢 他只是一个在大陆东北歌厅 到处跑场的小歌手 有这么一天 他灵气一动 尝试用女高音的方式来唱 意外的获得不错的回响 于是他开始到处拜师学艺 也融合了各家所长 他自成一格 而这套跨越性别的独特表演形式呢 也成了有效的市场区隔 致命度瞬间暴增 接着他就报名了大陆央视的选秀节目 初登场 一炮而红 来自东北吉林省公渡领市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我的名字叫李玉刚 又是个素人参加选秀节目的故事 堂堂男子汉摇身一遍 你别抖了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话了 我今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妹眼 你真的怀疑他是不是那个李玉刚 李玉刚你用你的原声 我刚才给他说一下是不是李玉刚 我是李玉刚 秋波评颂一态万千 可难相信眼前的女红装 竟是如假包换的男儿身 李玉刚 李玉刚以男人身份参赛 女人扮相获奖 他不是女人 却更胜女人 中国戏曲 古典舞蹈 每声加上通俗唱法 组合成新鲜的表演形式 但在保守的中国大陆 却不是人人都能接受 掌声与争议中 他执着前行 即使到过法国 日本 联合国总部演出 却等了六年 才等到央视春晚的舞台 我想今天就访问了 我想先从春晚开始说起 因为台湾观众对你熟悉 很多是透过春晚的印象 我听你自己也提过 说你自己好像一种春晚情节 当初在一路在 散发向上的过程中 你好几次敲了春晚的门 这道门终于给你敲开了 当时听说第一次 在彩排的舞台上 你心情就很激动 是这样 其实春晚情节来源于 不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我的家在东北 相对来讲 在中国的东北部 相对来讲 在我孩子的时候 就比较闭塞 所以当时那种能够跟 就是感觉能够 自己非常向往的 或者说能够 看世界的窗口 就是看电视 那为什么会 第一次上了舞台 或者说在彩排 已经决定能够登上 春晚舞台的时候 彩排的时候 会流眼泪的一种感觉 是因为太不容易了 或者说因为我从事了一个 跟任何人都不太一样的一门艺术 这门艺术备受争议 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尴尬 会让我一直感觉 我要把它变成一种主流 我要把它堂而皇之地 让它走进所有的观众眼前 它是一个巨大的荣耀 那么当然相对地 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压力 因为这个直播十几个月 在这个电视机前看你 我之前访问过 像这个胡启志也好 刘青也好 他们也速度登上春晚 对他们来讲 那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经验 那么又有人形容 能够上春晚表演的都是勇者 在此之前 你已经经历过大小无数次的表演了 你上春晚你还会紧张吗 我上春晚 因为我彩排 在正式大年三十的前两天 然后有一次戴装彩排 戴装彩排的时候 因为我发挥的也应该是比较不错吧 但是真正的到那天要直播的那一天 因为我在后台 不可以有随从人员跟着吗 突然之间舞台升起来了 我都马上就要到我了 我的嗓子就开始哑 还有弹 不知道那种是压力也好 说不清的一种感觉 然后就像声音也没有了 我就猛劲的回头去看有没有助手 有助手拿没拿水 看一个人都没有 自己猛劲的咽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突然之间就紧张了 突然之间就身体都跟着 有一种分泌 都会有不同了 所以我再告诫自己 努力一定要撑下来 然后嗓子一定要好 自己来 小声的在那里来开嗓 因为之前我已经把嗓子开得很好了 还是突然之间就感觉 浑身都紧了 都缩了 然后自己在想 一定要有好的发挥 多少人在看着呢 其实吕玉刚早就是个 身经百战的人了 高中毕业那年 他藏起大学录取通知单 带着200块人民币 离家闯天下 他在歌厅端盘子 当助唱歌手 十多年 东北三省几十个大小城市 漂泊的江湖走唱人生 光是一个耶旦节 实际上跑下来 每场五首歌 一天下来就唱了五十几首 你说你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对 那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当然我们从事后 从一个成功者 事后我们来铺陈来回想 觉得这个策略是非常高明的 他跟市场立刻做了区隔 但是我想当时在你年轻的脑袋当中 应该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界定吧 我也是个男歌手 凭我自己的外形和嗓音来讲 我跟他们还是没有竞争的这种优质 所以我站在舞台上相对来讲 就不是那种有活力的 也不是那种心潮的 就是这种概念 我也是没有办法 非常偶然的机会吧 就自己用了小嗓唱了一首男女生对唱 突然之间就找到了自己的一扇门 别人也说 你实在不行 你就这样的唱下去 看可以不可以 我就这样唱下来了 你的这个故事从你妈妈的一句话开始 就是说你妈妈赞美你 是她儿子中最聪明的 让你觉得你拥有了全世界 你也说过你的这个好嗓音是来自母亲 从小听母亲上小曲等等 我看到你前不久得了一个奖 演艺圈的十大孝子 说说你跟你母亲的互动 同时我也知道在你的粉丝里面 有很多是年龄层比较高的妈妈 大婶特别喜欢你 我和我的妈妈 我非常非常的心疼她和喜欢她 因为我小时候和她相依为命 我的小时候跟她一起 刚才也讲过 去树上去摘果子 然后去卖 到我们冬天的时候 我们会去卖鞭炮 都和妈妈 我在放学的时候 我妈妈在我们那个小镇上 去出摊 卖一些菜啊什么的 卖一些小东西 我放了学 背着树包 我会去找妈妈 然后和妈妈 天已经晚了 和妈妈一起 把那个手推车 推到家里去 哼着歌 我就感觉 那个时候手上已经动 小时候手上经常会有动窗 动烂了 但再痛 我跟妈妈在一起也开心 也特别的开心 我认为我妈妈是天底下最善良的 我认为我妈妈是天底下最勤劳的 因为她改变了我们家庭 她为了让我们这几孩子去上学 去吃好吃的 最起码能够吃得好一点 她去努力着 她去奔波着 她去做着一些跟其他家庭 那些妇女不一样的东西 其他的可能会 就会在家里务农 但我妈妈不一样 那我就跟着她有着不解的情缘 然后妈妈唱的时候 我也跟着唱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节吧 也有可能这种情节 冥冥之中已经种下了将来的李玉刚 她如果喜欢唱歌 她就会呈现了一种不一样的方式 为了舞台上一平一笑 妩媚动人 从小并没有上过相关课程的李玉刚 开始拜师学艺 甚至二十三岁还学起芭蕾 当然更讲究的是 身段唱腔 化妆造型 不只形似 更得神似 眼睛小嘛 如果一妩媚的话 就眯成一条缝 所以我又请教了 沈阳经济院的宝熙如老师 他们给我讲 这个眼睛虚和实的这个变化 还是以实为主 虚为福 当你要特别表现那种 非常之妩媚 含情默默的时候 你可以虚一下 然后必须马上得睁开 风流倜傥的少年郎 要成为国色天香的美娇娘 李玉刚自有一套想法 他甚至到不行挑材料 自己设计 这一套服装 是我算是价格不菲的一套服装 可以摸想吗 可以 算是最昂贵的一套服装 也很沉 它最重要是所有的都是手绣 它的绣工是特别特别的精细的 而且当时耗时也特别的长 好像是大概有十几个师傅 绣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所以它的做工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它为什么会呈现一个如何 鞋的裙摆 对 鞋的裙摆 为什么 这个鞋的裙摆 会跟这边的一个角度会是不同 会有一个对应 就是因为我希望它展示的 展示的一个美女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貂蝉 它会游说在两个男人之间 一个是董卓 一个是吕布 所以我每次在有那种感觉的时候 我会通过衣服的那种 好像一个线条这样过来 对 再加上这种水绣的 它是当时是打在鼓上 就像张子怡的那个石面埋鞋一样 打在鼓上 它可以直接甩着直直的出去 对对对 这个软的布料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算盘的那个珠子 它打在鼓上面会响 欢迎继续回到开放新中国 秀方点题节目现场 李玉刚靠着古典美女的扮相 加上柔美的唱腔 他独树一格的表演形式 让他年纪轻轻 35岁不到 就成了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一号人物 他获邀到日本演出 那么当地国宝级歌舞级大师 板东玉三郎也为他鼓掌喝彩 他天生有副好嗓子 可男可女 唱腔多变 他能够唱金剧 能够唱女高音 而就算恢复了男儿本色 唱起流行歌曲 一样博得满堂彩 能在大陆走南闯北 李玉刚的唱功 当然无庸置疑 《海豚音》轻而易举 他能来段 犹如沙拉布莱曼的 柔美高音 金剧传统唱段也难不到他 最让云惊喜的则是男女声之间 强调转换 好嗓子 或许是老天爷少爱吃 更得调后天的自我训练 他其实就是一个记忆 还有一个这个喉咙的鸡 也包括喉咙的鸡肉群的这种记忆 在中国大陆 飞科班出生的电影演员 破格进入大陆国家级剧团 绝非易事 李玉刚男扮女装 独树一格的演出 固然让今天的她功成名就 却也让过去的她吃尽苦头 因为我刚到一个地方去跑场演出 其实我是一个随和的演员 我也希望融入他们那里面 但是他们都不会和我融在一起 所有的演员 因为他们有的是唱民歌的 有的是唱摇滚的 有的是唱流行的 他们一到下班之后就会去聚会 他们也会挨个地去叫 哎 走啊 今天晚上到哪喝酒 一遇到我的时候 他们会绕开 到那边再去说 哎 走 今天到哪里去 我会就像一个电视 电影里面说的 好像是一个非常落寞的一个演员 在那里收拾自己的化妆品 收拾她的新装 所有人都走了 她孤独独地站在镜 坐在镜子面前 去寻找她生命中另外一个影子一样 这个东西是时间长 社会给到的 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这种压力 有的时候让我不堪重负 然后我又不能告诉家里 因为家里知道 我从事这个艺术 是我96年从家出来 我06年是因为在电视上出现了 不得不家里知道说 他的儿子在做什么 但是又不能跟别人去宿舍的 这个过程中 都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不敢告诉家人 自己靠着男伴女装唱歌赚钱 因为柳玉刚来自一个 即使年轻女孩过年回家 脚上穿的是高跟鞋 都要被左邻右舍议论半天的保守小镇 有几次我都说了 我说你搁哪儿 你到底干啥 我去看看就完 她就说挺委婉的 总是含糊地说 自己在当经纪人 直到她终于有机会上央视 才打电话告诉家人 但是也只敢说 我上电视了 请你们看一下 我都不信了 感到挺奇怪 我说我家人家怎么还 是健身女孩 特难受 特难受 从那一刻起 我就感觉 我弟弟在外边太表演了 去了CCTV 然后呢 在他们的眼里 这是最大的荣誉 所以呢 我以后也没有去跟他们探讨过 因为我不愿意去触及我心里的 这样的一道伤疤 伤痕也好 我有的只是认准前方的方向 我去努力 到现在还是一个伤疤跟伤痕 我听到这个词汇我还蛮惊讶的 因为我在民间十年 我就这样的一个孩子 背包 在整个的中国转了十年 这里面发生的故事都不是 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 可以能够说明白 我曾经也自杀过 而且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是走投无路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就想一了百了 因为你浑身的梦想 你知道吗 我在小时候 在我们那个地方 就是唱歌唱的最好的 在学校里学习又是最好的 我认为只要我走向社会 这个世界是敞开怀抱给我的 我一定是大老板 我一定是干什么都可以成功 不可能有失败 没有想到社会上走进社会是 是那个样子 是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是需要太多的磨难的过程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又经历一次又一次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让你连钱都赚不到 为什么要在一个地方 没有办法生存 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 走啊走啊 转啊转啊 突然就转到你心目当中 一个极点 还好 有了生命的一个转机 是被别人救起来了 被别人救了 你不是小而已 你还真的不是行动 对 就是跳河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也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 是因为我也会去唱歌了 而且我会带着几个生龙活虎的这样的一个从家里找来的 像小虎队的一样 我把他们带出来 我们一起去唱歌 突然之间 我们是被文化计察大队给抓住了 说你是属于没有没有证件的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被关到一个小屋子里 然后呢 是一个麻将士 然后呢 那个计察大队的人会使那个麻将抓起手来去打我的头 最后我就跪下来 我说的所有的事情 我一个一个人来担当 不关他们的事情 你就放他们走吧 我突然之间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也失去了我自己 我失去了我自己的尊严 我也没有办法跟我所承诺的人有承诺 然后连火车票都买不起 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们 我说我们就解散吧 他们 我说我们没有钱 一争钱没有 你们想办法吧 我说坐火车逃票回家吧 就这样 其实这些故事很多 特别这样 我后来 因为我男扮女装开始跑场的时候也被抓过 也被抓过 那现在我也会碰到曾经抓过我的 因为回家已经是大明星了 然后他们会说 哎呀 当时我对不起你 他会这样的 这样的 哎呀 真是大明星了 怎么怎么样的 生活中就这些磨难嘛 一切全靠自己 昔日贫困农家小子 如今已经是个美丽双收的大明星了 他在北京开工作室也培养新人 我刚才听到世界大 让我在空中 对你啊 他是二十几名员工的老板 他得开会 做决定 这个在妈妈心中最聪明 唱歌最好听的小儿子 把老母亲 十一日的绝绝赞美 陈就心中无比自信 做出自己的一片天 磨难是磨难 机会是机会 我们抓住机会 然后准备好 去努力 生活中会给你不同的色彩 各种色彩的人生 李玉刚都经历过了 他曾经为了同意的冷言排挤而灰心 也曾经对茫茫的前途感到绝望 甚至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一次次的失忆 反而淬炼出了无比的任性 就算今天他已经成了 千万粉丝心中最棒的大明星 但是童年和母亲相依为命 百摊谋生 那段既苦又停的日子 始终是他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这位大明星和我们每个人一样 最感谢的最爱的 还是自己的妈妈 我们也用这一集的节目 来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